3月1号晚间6点多 花莲市的曼坡园区旁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事故 一名80岁的中信骑士沿着193线道行驶 到了华西路口 也是没有注意到号制转变 没有刹车就直接撞上前方停等红灯的车辆 民众报案之后救护人员赶抵现场 不过中信骑士还是宣告不知 机车残骸碎落满地 路面上还残留着一大片血迹 这地点在花莲市的曼坡园区旁 3月1号晚间6点左右 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一名80岁中信骑士沿着193线道行驶 到了华西路口时 疑似没有注意到号制转变 没有刹车就直接撞上了前方停等红车的车辆 瞬间强大的撞击力让中信老翁因此脑地不起 昨天晚上大概6点多我们接获一件救护 在193线跟华西路口 有一个民众骑阵机车与修理车发生车祸 那我们救护人员到那现场发现有一民众倒落在地上 然后向前查看以后发现他有额肉鼻肉现象 然后呈现一个欧卡的现象 然后头部有严重受伤的现象 然后后来我们那个救护人员经过处置以后 将患者送往慈激医院这样 接获民众报案后 救护人员很快抵达现场将老翁送往 邻近的慈激医院急救 但最后还是宣告不治 而双方都没有酒驾情势 照是原因还有待警方调查厘清 借许立群华西市报道